一个巨大的黑色空间球,漂浮在日本东京上空,它慢慢飘向新宿东京都厅大楼,紧接着,一道刺眼白光闪过,偌大的楼身,被消去一解,二百多名无辜路人瞬间消失,而拥有制作空间球能力的人,被称为触手可及之人,普通高中生男玩羊二,因为祖上血脉,继承了超能力,可玩神村少女性子却告诉她,这种力量是诅咒,她脱下衣服,露出背脊,性子背上的伤痕一共有九个。 这些全是拜哥哥高智所赐,性子的母亲,继子和赖芝两情相悦,却因为玩神家的规矩,不能在一起,后来继子遵循本家的家法,嫁给了何燕,也就是性子的父亲,那个男人对待高智非常严格,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,看不下去的继子,决定向赖芝先生求助,让他帮高智,快一点掌握触手可及的能力,之前高智教给杨二的那些方法,其实就是他从赖芝那里学来的。 当年,杨二前往玩神本家学习,赖芝把他当作世子训练,然而,何燕知道这件事后,心怀不满,继续虐待崇拜赖芝的大儿子。 而高智居然将那股恨意,发泄在妹妹身上,性子背上的伤,就是这么来的。 某一天,高智和父亲,又因为赖芝的是爆发争吵,高智暴怒之下,竟然杀死何燕,继子健壮,再也无法忍耐。 他制作了一颗巨大的空间球,狠心将儿子赶出家门,让高智再也不要回东玩家。 在那不久后,继子决定进山,自此人间蒸发,而赖芝也终于选择离开玩川厅。 他走前说过,一定要摆脱噩梦囚禁,重新找回自由,但赖芝至今仍被噩梦束缚。 性子还告诉杨二,那位被杀害的建设公司职员,其实就是死在赖芝手下。 我们这伙人,永远离不开村子。 杨二因为性子的话,备受触动。 第二天,他告诉新技能开发研讨会的组员,最好还是停掉垃圾清除工作。 杨二不想再如此随意地使用超能力。 紧接着,他去办公室见江建老师,后者正领着多贺谷樱幕。 一起研究完神教授的信。 虽然那封信,看起来平平无奇,但江建了解完神教授,他绝不会将得来不易的研究成果,永远藏在心里。 虽然说,身为完川厅当地人,教授无法将秘密说出来,但他一定想跟大家,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。 所以江建再三检查来信,发现其中有两处不太对劲的段落。 完神教授在信中写道,来这里后,每天的生活十分规律,健康状况改善许多。 就算不特地看时钟,也能将每年的历法,完美换算成太阳年那般准确。 这段话用词很不自然。 江建三人调查过七夕庆典,从前的举办日期,明明西力尚未传入日本,祭典的日期,却配合西力而定,并且都落在6月18日或19日。 只有一次,是在6月17日,但既然他们都了解西力了,为何不干脆统一日期呢? 江建认为,这代表祭典并非配合西力进行,而是配合太阳力。 一年加上润年来算,应该有365.25天,而润年是四年一次,400年就是97次。 所以精确来说,一年有365.2425天才对。 至于太阳年,则是365.24219天,因调节误差产生的日期差距,才导致祭典开始日,分成三种日期,并且举行祭典的前后七天中,正好包含了夏至。 天文学定义的夏至,并非6月21、22这种明确的日期,而是指一个瞬间。 所以说,完神村祭典日期,就定在夏至到来的瞬间当日,再加上前后三天,正好一周,信中第二处不对劲的地方写道,关于每年的祭典日程和旗帜,我察觉其顺序相反,虽然有向居民反映过。 对方却表示,事到如今才修正也很怪,所以明年之后,也会继续照此进行。 江建觉得,这段话奇怪,但还没有猜透其中信息。 开完会的杨二,去清洁公司应聘,他跟一个叫大夏的人聊了半天,结果发现,对方根本不是面试官,而是在此处兼职的非特族。 所谓非特族,就是指一种自由,无忧无虑的工作方式,因为杨二决心要退出研究社,好好应对毕业仪式,所以大家为他举办了欢送会。 谁知杨二无意间,居然搓出了一枚空间球,他不想引起众人注意,干脆把球盖进啤酒杯里,只带走了一部分液体。 同时,杨二留意到亚继不在,对方此刻,正在跟一位刑警吃饭,议员被赖支地求杀死时,这位名叫佐藤的刑警也在现场。 他和亚继,因为偶然的机会相识,亚继为了完成独家新闻,实现梦想,希望刑警能协助自己调查。 他告诉佐藤,不管是玩穿厅的杀人事件,还是研究会发生的奇怪事情,都是同一种力量造成的。 另一边,杨二疲惫地回到家中,一脑袋栽到床上,他感觉整个身体都在下线,接着就落进漆黑的梦境。 奇怪的是,杨二居然看到了性子,也就是说,他进入了对方的噩梦。 下一秒,一扇巨大的窗子打开,杨二却从梦中惊醒,与此同时,行人的汽车,正在行驶的客机,邮轮,相继消失。 亚继意识到,那种神秘力量的强大,他跟佐藤一起跟踪赖支,后者觉得,此事最好还是交给警察处理。 但亚继却不管不顾地跟进大楼,结果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,他急忙躲到柱子后面, 没想到,是佐藤追来阻止,亚继正要争辩几句,可一个西装男,过来砸晕了佐藤。 另一边,高智和赖支正站在窗前,看着对面的大楼,现任内阁官房长官正准备进去, 可赖支却搞了个巨大的空间球,让长官原地消失。 高智不理解,赖支这么厉害,为什么要替白胡子老头做事? 赖支解释,他有个无法原谅的人,但对方不会轻易现身,所以赖支要想办法逼他出来,并且证明,举办祭典毫无意义。 话音刚落,两位保镖扛着亚继佐藤进来报告,赖支懒得管这种小事,很快叫着高智离开。 同一时间,杨二和菲特族大厦一起去公寓帮人打扫卫生,这里原是间办公室,但因为业绩不好,早就跑路了。 大厦交代完任务,就去其他地方清扫,只留下杨二自己处理,办公桌上摆着些很精致的物品,持有者还留下纸条,希望拿走他们的人爱惜使用。 杨二不想把这些东西当垃圾处理,就去跟大厦请示,看能不能将其中一部分留给之后进驻的人使用。 大厦表示,会和公司谈一谈,两人正在说话间,头顶突然飘来一颗巨大的空间球,那颗球慢慢漂浮到某栋大楼上方,接着,刺眼的光芒亮起,大楼直接被消掉半截,而制作此球的人,正是赖支,也只有他才能做到。 街上的人纷纷逃窜,刚才的事情,已经超出正常认知,路人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杨二逆着人流前往现场,却无意间,回到几百年前的完神村,倒四通康的三千大军倒在地上,一个逃跑的行人,将杨二撞回现实,新宿东京都听离奇被削断的事,很快就登上了新闻,大楼内至少有两百人失踪,性子不明白,赖支先生这么做的原因,而杨二开始不停做梦,但每次都不能靠近真正重要的环节,因为东京将进行大规模所成行动,各业都接到政府通知,暂时停运, 其中也包含杨二打工的清洁公司,江剑那边也因为这件事,联系完神村,想问清楚,他们族人破坏东京的原因,可话还没说完,就被对方挂断,江剑决定,去玩川厅寻找线索,多贺骨和樱木放心不下他,也要跟着一起行动,傍晚,失业的杨二回到家中,却发现,门口被人开了个洞,他走进去一看,看到高智正躺在自己床上,杨二质问他们,为什么破坏大楼? 楼内的上班族合罪之友,高智解释,赖芝先生只是想终结噩梦,消除内心的阴霾,做不了结,杨二听不懂他的话,也读不懂其中深意,高智此番前来,是因为他要离开好一阵子,所以希望杨二给性子带一句话, 除此之外,高智还提醒杨二,那个叫亚绩的女学生被绑走了,他把地址交给杨二后离开,而此刻,不光主角团,搞不明白赖芝想干嘛,就连增援,也读不懂他的目的 第二天,杨二按照地址去救亚绩,他偷偷摸摸,进入一间废弃工厂,很快看到两个保镖出没,杨二马上躲到隐蔽的角落,他看着高智化的简易地图,实在不知道,亚绩的具体位置 另一边,增援过来查看俘虏情况,结果发现,佐藤的小指被扭断,他二话不说,开枪打死施暴者,这倒不是为了替佐藤报仇,而是因为,增援讨厌不听管教的手下 再说了,日币大幅贬值,他也得节省开支,适当裁员,增援把佐藤拉到亚绩对面,然后把手枪塞到他手中,让佐藤开枪杀了亚绩,再处理好现场 增援握住他的手,准备扣扳机,结果口袋里的电话突然响起,通过灵星几句对话,可以推测,增援要去处理赖之解约一事 只能等回来,再做掉亚绩二人,就在这时,杨二悄悄找了过来,他等增援带着手下离开后,准备救人 不料,还有个保镖守在佐藤身边,杨二纠结过后,还是制作空间球 当然,他肯定不会随便杀人,只是想用爆炸声,引开室内的保镖,杨二马上冲进去救人 谁知后门处还有个保镖,他掏出枪,步步逼近杨二,危急时刻 佐藤突然起身,抓住保镖胳膊,但他被绑在椅子上,束手束脚,很快就被保镖撂倒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,杨二搓了个很小的空间球,瞬间弯去保镖一块肉 佐藤健壮,捡起地上的手枪,而杨二情绪激动间,又做了一枚空间球 并且这个球越来越大,好在亚绩及时唤醒他的理智 杨二赶紧把球丢向柱子,才没有酿成大祸 他上前,解开亚绩佐藤身上的绳子,结果把小行警吓了一跳 毕竟佐藤亲眼看到,杨二差点杀死保镖 此刻,外面传来另一位保镖的声音,亚绩马上扶着佐藤离开 杨二也滴溜着书包跟上去 路上,他的额头突然疼痛不止,上面的宝石变成了弯豆大小 也许是因为杨二差点杀了人,所以宝石才会突然变大 亚绩让杨二不要多想,毕竟他的初衷是要救人 画面一转,来到莱芝那边,白胡子老头听说了 他要单方面解约的是 莱芝表示,他需要不断试验,验证自己能维持的球体大小速度 以及方向的精准度,到何种程度 总而言之,莱芝不想再帮老头,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头终于意识到,莱芝不是宠物,而是危险性极高的野兽 他必须采取对策,折断其爪牙 老头急匆匆前往首相关底,可接到尽头,再次传来刺眼的白光 第二天,东京市内出现了一个巨大深坑 以上就是七夕之国六到七集的故事 对本剧感兴趣的小伙伴们,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 及时确认更新动态 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